普通网 联署社官处处长承认 汤显明立将形成 玩的成本居多 内地歌唱家李庄江 儿子李天一 轮轻于女子 判歉十年 各好来看新闻的小细内容 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 再次邀请联政专员白韵六 和联署社区关系处处长 裴飞文出席聆讯 了解前联政专员汤显明任内 有关筹座外访等开支所做的证供 为什么与独立检讨委员会的报告有出入 裴飞文承认 云南访问加插丽江的行程 玩的成本居多 前联政专员汤显明 和社区关系处处长穆菲文 都曾在立法会账委会表示 09年出访北京和云南昆明 后来加插到访丽江 行程是由云南省安排 联署难以控制 丽江的行程未获特首批准 但联署行政处 在账委会聆讯中承认 其实访问团出发两天前 已经知道具体行程 加插行程的机票费 也是公帕支付 去到云南 我们只是知道 当时是哪一天飞到云南 是停留了多少天 在丽江的行程 你们都要再坐内陆机去 那是对不对 是对的 那些机票是谁安排的呢 那个机票是他们安排的 但是我也请行政 因为我没有参与 那个机票的费用 是由廉政公署支付的 其实机票费用的支付 最主要是看看行程有没有批准 如果那个行程是专员批准了 机票的购买是不需要另外一个批准的 揭揭那些有关的特首审批的文件 我的理解如果错了请更正我 就是每一次的申请都是针对个别城市的 就不会讲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省份 而这种容易更改那个地方和原先申请的地方的分别 真正的问题 这种情况是被人们的钱 那他就应该是有机制去处理的 那这个是否根本能不能代表汤先生 那这个是否根本要是按摩 这种提案 这种情况是否根本能就是 这个东西是否根本不就是 这种情况是一个 这是一个最大的事情 至于社区关系处把茅台酒的费用 与餐费分担报销 做法被指违规 穆菲文表示 负责分担那位同事已经离职 幼稚买酒后酬醋都分别获汤险名批准 无信电视记者李灵报道 扶贫高峰会星期六开会 将会公布首条计算贫穷人口的贫穷线 政府表示 本港不会走向福利主义 未来会研究制定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现在正正委员会探讨着一件事 就是针对一些在职的 有工作的 自己更生的家庭 他是很努力去工作 但是在职贫穷 也都家里面有些小朋友是读书的 即是说第一是努力更生 第二是做好努力的工作 无来家里都有小朋友读书 开支很大 生活有困难 我们觉得应该要聚焦 看看有什么方法帮这些组群 所以现在委员会正正在谈讨着 有什么积极的方法 具体方法可以针对性帮这一类组群的家庭 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 如果香港社会对2017年普选办法达不到共识 最终实行不到普选 政府将会很难管制 但如果方案是让市民觉得中央有权 任意筛走某些候选人 也难以获得立法会通过 你要一个人通过普选 而去赢到行政长官这个职位 那就是将那个选择的权交给市民 如果你说不是 我们通过其他办法 通过制度的设计 是会让一些市民想选的人不让他选的 又或者是会让一些市民选了他 多数人都支持选了他 就做不到的 那从一般市民来讲 当然是不希望见到一个这样的局面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普选 一般正路来讲 就应该是哪个人真的有意去 想做这个行政长官 就是打一场真真正正的普选的选战 是被市民认识到 这个就真的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们选你 然后中央政府也是 通过这个人的表现 就觉得市民又支持 任命他 这个是最理想的 行政长官梁振英率领工商代表团 访问重庆 同当地的市领导会面 他说希望本届政府能够做到适度有为 改变以往被动无所作为的思维 梁振英出席重庆的经贸交流会 指特区政府设立了两个委员会 推动经济发展 而香港作为国家及世界的联系人 应该具体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 又说要改变过往政府的思维 希望工商界提出实际要求 我说在社会上 包括在工商界朋友当中 专业界朋友当中 经常听到一些评论 我说开会的时候呢 就不要再评论了 我这个政府呢 在促进和配合经济发展方面 是希望做到适度有为 就是稍微改变一下 过去特区政府那种思维 比较被动 比较无所作为的那种思维 稍微直击一下 梁振英又指 希望透过落实CPAR 推动本港专业服务业在重庆发展 包括容许当地企业 直接聘用香港的认可专业人士 重庆市长黄奇帆就表示 香港是重庆对外开放最重要的伙伴 六成外资都是来自香港 希望在金融及物流业等方面 同香港家乡合作 梁振英说希望此行 能为两地企业家乡沟通 特别是为有意到重庆投资 或者发展的企业家 寻找合适的伙伴 无线电视记者李玲报道 黄大仙横头看村一个单位 发生火警 消防疏散超过200人 两名住客不是纵远 发生火警的单位不断冒出浓烟 旁边和楼上多个单位 也受到波及 消防员升起云梯扑就 单位内仍然火光熊熊 窗框烧至发黑变形 有消防员由高层单位 向起火单位涉水降温 早上大约8点 横头看村洪富楼14楼 一个单位起火 有目击者指听到几声巨响 蹦一声但是不知道爆炸什么 可能其他里面的东西 有火的 因为外面那个窗已经是 烧得蹦蹦的声 就像我段片那样 它是烧得很厉害向上升的 我都很担心旁边和下面 那些火下面那两层 都穿着那个边边那里 消防员经过大约40分钟铺就 早上8点40分将火就熄 怀疑属于起火单位的冷气机 由高处堕下 大厦多层外墙也被熏黑 消防纸火醒灌就困难 于是单位里面就储存了 大量的杂物 差不多整个单位都塞满了杂物 那些杂物的高度 大概都去到1.2米 那我们仍然都在调查着 会不会有其他有机会 接驳着的电器 可能有 或者我们里面排除 有电火的原因 火警期间 警方疏散了近200名居民 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解封 两名住客吸入农烟不室 送往伊丽莎博医院治理 一名尼泊尔籍少年 被控非法禁锢同乡案 在九龙城裁判法院 被派入老角中心 14岁的被告 被控在今年6月29日 到7月1日期间 非法禁锢一名6岁的同乡 案情指 被告在油麻地西贡街公园 与市主争执之后 将对方带到区内的草丛 殴打至晕倒 再将市主弃于水渠 直到两天之后 才带警方巡回市主 来看其他地区消息 内地解放军歌唱家 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 年初与朋友轮件一名女子 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 被判监10年 公安在法院外拉起封锁线 案件引起广泛关注 是因为现年17岁的被告 李天一 父亲李双江和母亲孟哥 都是军人著名歌唱家 李天一未成年就拥有名车 去年开演唱会 因为卷入今年初的轮件案 令这位官二代沦为阶下囚 北京海淀区法院一审宣判 李天一同另外四人 共同使用暴力 轮件受害人证据充分 对受害人身心造成伤害 危害社会 犯罪性质恶劣 五人轮奸罪名成立 犯案时 只有16岁的李天一 被判监10年 法院指 李天一带头犯罪 对受害人施以最大暴力 义无悔意 其余四名被告 分别被判监 3至12年不等 当中两人或缓刑 曾经请求社会 宽容对待儿子 而备受指责的 李天一母亲孟哥 听判决后离开法院 没回应提问 被告可于判决后 一日起 10天内提出上诉 而李天一的法律顾问 开庭前已表明会上诉 那么我们相信 相信事实 相信法律 我们也相信司法 事发在今年2月 李天一等5人 强行将一名醉酒女子 带到一间宾馆轮奸 期间暴力殴打 警方之后拘捕李天一等人 同案4名被告全部认罪 唯独李天一否认控罪 指当时自己醉了 不知道事发经过 但又声称当时是嫖娼行为 无线电视记者 侯俊子报道 日本传媒报道 日本钓派大型巡逻船 到纳坝 加强在钓鱼台 周边海域的保安 朝日新闻报道 大型巡逻船 驻前号 星期三上午 由福冈博多港出发 前往纳坝市 将会在下月2号 正式编入海上保安厅 第11管区 到时会改名为冲绳号 全长105米的驻前号 配备两台机关炮 可以搭载一架中型直升机 驻前号原本隶属第七管区 主要在日本西部的福冈 佐贺 长崎等县附近海域活动 报道指 自2010年9月 中国渔船及日本巡逻船 在钓鱼台相撞后 日本越来越重视 第11管区所投放的资源 并不断建造新船 预计最快在2014年 会有4艘新船加入 而这次吊派 令该管区可搭载直升机的 大型巡逻船增至2艘 巡逻船总数增至11艘 以应对中国海警船 在钓鱼台附近海域巡航 中国目前东卫最大的海警船 海警2506件 排水量就比驻前号超过2000吨 而以设备建称的海警2350件 配备先进的电力全回转推进系统 也可搭载直升机 无线电视记者刘洋报道 巴基斯坦7.7级地震 搜救行动仍然持续 死亡人数增加至340多人 超过500人受伤 受灾最严重的阿瓦兰 几百间由泥浆和砖头建造的房屋 在地震中倒塌 多人被埋于瓦砾当中 群众要徒手求人 地震发生在最大省份比路芝省 当中阿瓦兰位置偏远 已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由于缺乏基础设施 部分地区通讯中断 救援困难重重 军方出动军队和直升机救援 有组织就运送粮食 医疗物资和临时帐篷倒在去 部分伤势严重的伤者 要等待当局派车 把他们转移到 600多公里外的城市救治 星期二的7.7级地震 也令瓜德海岸对出的阿拉伯海 出现一个小岛 高18米 面积比一个足球场稍小 专家在岛上发现沼气 认为小岛可能是地震时 地层剧烈摇晃 令海底沉积岩层裂开 大量沼气和泥浆喷出水面 形成泥火山 当所有气体释放完毕之后 这种泥火山在海浪冲击下 会慢慢消失 无线电视记者李玲报道 新闻报告完了 感谢收看再会 明镜 capacity I'm going to give each of you $9,000 Designing a collection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where I want it to be I just can't wait to go there I can't I can't Only three of you will be coming back here After the judging I think that skirt is awful A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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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aturday Project Runway At 8.30 on Pearl 欢迎收看普通话财经消息 先来看到有内地学者认为 上海自贸区的金融改革 仍面临很大的阻力 短期内难以开放人民币的资本项目 香港应该发挥自身优势 在自贸区内与上海交易所合作 看一下孙飞在上海的报道 资金自由出入 利率市场主导 这些令人翘首以盼的改革措施 在上海自贸区首批试点项目中 可能会落空 有曾经参与自贸区方案设计咨询的学者坦言 如果首批细则避重就轻会感到失望 也反映了退行金融改革面临较大阻力 来自于中央的阻力还是特别大的 银行业他不愿意改革的第二个 他自己有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个既得利益是非常庞大的 我们的监管部门一行三会 和我们的大型的国有银行之间 他们的高层人员其实都可以互换的 也就是他们是利益一体的 在金融方面的改革 可能会出现一个局部维艰的一个局面 我身处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已经换上了自由贸易区的名字 人是可以出入自由的 但是资金就仍然受到资本项目不开放的限制 陈伯认为如果上海不在这方面寻求突破 相较香港而言难以谈得上有优势 也会让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成为一纸空谈 不过要为资金找出路 香港可以帮得上忙 有学者建议港交所在自贸区内与上交所合作 开展A股国际版及发展人民币股票衍生产品等 如果你这里头没有市场 没有可投资的产品 人民币不能保持升值 那你这个自由兑换就是一个空话 那么在自贸区内设国际版的 这个条件应该是具备的 你在自贸区内目击的人民币 你可以在国际市场任何地方去用去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 替了